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一天呢 我们观看了这个新疆大学拍摄的这个教学片 《秋思石窟》 其中科兹尔石窟的壁画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暗自发誓 毕业后一定要去科兹尔工作 第二年 我如愿来到了科兹尔石窟 同时来的还有我的三个大学同学 这就是我们美丽的科兹尔石窟 科兹尔石窟呢 位于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承县 科兹尔乡东南七公里 未干河北岸的明屋塔格山山崖间 这个片区呢 在普代叫秋辞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秋辞王国 科兹尔石窟呢 开凿于公元三世纪末 衰落于公元八世纪末 不是秋辞石窟的石窟中开凿时间最早的 1961年科兹尔石窟同这个墨高窟过公博物院 一同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呢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从库车到拜承的这个县级公路 过来以后呢 一路上都是这个大山和这个戈壁 经过一个大阪呢 突然眼前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片小绿洲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河 未干河 未干河的南呢 是缺尔塔格山 雨后的缺尔塔格山呈现这个红颜色 科兹尔就是维吾尔语 红色的意思 那么对岸的这个明屋塔格山呢 我们科兹尔石窟就开凿在这个明屋塔格山上 现在的编号洞窟已经到了360个了 他从这个古西区到这个厚山区呢 前后绵园有三公里多 分为四个区 古西区 古内区 古东区和这个厚山区 我1992年到科兹尔石窟以后呢 被分配到这个霍续初老师负责的这个研究室 每天呢 白天跟着霍老师上洞窟看壁画 晚上呢 读佛经 因为这个壁画是根据这个佛经绘制的 科兹尔那个时候呢 常常没 晚上常常是停电的状态 就点着蜡烛来读佛经 第二天早晨呢 再到洞窟里面去 和对这个所读的这个佛经的内容和这个壁画 这个内容体材看能不能对应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画体材的这个考证 从92年一待到现在就是30年过去了 当时的我们的这个条件非常艰苦的 我们经常就是吃不饱饭 水呢 就喝这个泪泉 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在从这个泪泉出来的这一块 我们喝的就是从泪泉流出来的这个水 经过这些地方呢 它已经变成这个碱水了 当然到目前为止 科兹尔石窟 依然没有解决自来水的问题 那么我们科兹尔石窟的这个壁画呢 有它独特的这个灵格构图 这个每一个灵格内呢 会以一个佛经故事 我们来看的这是科兹尔石七窟的这个 劝顶的灵格故事 因为这个灵格的这个面积呢 比较小 所以每个灵格内就把这个佛经中最精彩的这个情节呢 绘制到上面 我们现在这个三百多个洞窟呢 有壁画面积是将近四千平方米 当然这是有很多壁画脱落 还有很多壁画被外国探险队揭取了 虽然壁画面积我们赶不上这个东黄木高库 但是我们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这一个灵格方宋之间的就是一个故事 来看我们的这个三十八号窟的这个主师劝顶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灵格本身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灵格本身故事和因缘故事是相间排列的 还有我们的这个佛传故事 科噪110窟呢是绘制佛传故事最多的一个洞窟 我们来看这个玉成出家这幅壁画 我们看到这些壁画这上面的这种状态呢 这是因为新疆 因为古代是这个信仰佛教的 后来呢是这个伊斯兰教传入以后 这些当地的这些人呢 他都改信了这个伊斯兰教 佛教就摔落了 这些洞窟呢就被废弃了 那么很多当地的人或者游人进入洞窟以后呢 就刮去这个壁画上的这些金箔 因为这个人物有头光呀装饰呀 他都是贴金的 所以现在壁画就成了这种状态 我们刚才看到38窟 是壁画被揭取的千窗百孔斑斑俯横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178窟 整个主师的阵壁两侧壁 包括劝顶的壁画全部被揭取一空 成了一个裸窟 我每次进到这个洞窟的时候 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我特别难受 我感觉好像是我全身的皮肤都被拔光了 那么这些壁画呢 是这个二世纪初 先后有这个日本的 德国的俄罗斯的探险队 到我们这个新疆来 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佛教遗址 还有这个石窟寺呢 揭取壁画 那我们科塞尔石窟呢 是被这个破坏的是最严重的一个石窟寺 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测量统计呢 我们现在科塞尔石窟被揭取的壁画面积接近500平方米 涉及洞窟将近60个 我们有壁画的洞窟才不到 才不到90个 也就是80多个 所有这个 基本上有壁画的洞窟 能够上去的这个探险队都在里面接取了壁画 那么2002年呢 我跟着我的老师霍虚处先生 到了这个柏林 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 呃 会议结束一周以后呢 我们又在柏林多待了一周 就在这个柏林亚 当时叫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在这个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呢 我们工作了一周拍摄当时我们的这个壁画 那个年代呢 没有数码相机 是一个胶片机 霍老师自己的一个胶片机 我们研究所都没有相机 我们在柏林买了四卷这个高感光度的这个胶卷 就在这个库房里面 因为库房里面灯光 它不允许打闪光灯 也不允许架三脚架 我们就很勤奋地工作了一周 都没舍得互相拍一个工作照 因为舍不得这个胶卷 我们回国以后 这四卷胶卷 没有冲洗出来一张 因为不会用这个相机的设置 我们不会用这个高感光度的这个胶卷 那么从回国那一刹那 我就发誓 我要学德语 要重返柏林 要去做深度调查 2003年2004年 我两次申请这个学习德语的机会 2004年 元月到2005年的元月份 我在这个同济大学学了一年德语 从2005年的3月份开始 我开始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这个访问学者 和我们新疆的一个西部计划 申请这两个项目 每个项目要交手续费500元 两个就是1000元 我当时我的工资 一个月不到1000元 我连续申请了五年 2009年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想可能这个调查流失海外的这科子尔石库壁画 这个事儿和我没有缘分了 那么到了2010年的3月份 也就是每年申请这个项目的这个 这个3月份开始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我还要不要再申请 我正在犹豫期间 我就接到了这个自治区人事厅的一个电话 通知我 说2009年8月份就已经 国家留学基金委已经下了这个通知 我去德国做这个访问学者 但是2009年在新疆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通知书压了半年 3月初才通知我 我记得当时我们是正在科字 我们在植树造林 每年冲天我们都要植树造林 美化环境 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呢 这已经3月3月初 那么我的这个德语的这个中级证书 早已经过期了 如果要去做访问学者 还得继续去强化德语 但是 这个每年只有一次 这个班呢已经开课了 3月初就已经开课了 我来不及了 就等到第二年 2011年的3月份 我到北京 语言文化大学 又去强化了这个 一个学期的这个德语 到了2012年 我终于 到了这个柏林 开始了我一年的这个访问学者的这个生涯 我们现在看 这是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这个文物库房的大门 进来以后这个门口呢 就是它挂了很多这个钥匙 这都是我们柯秋辞的壁画 进了这个文物库房呢 就感觉走进了秋辞 当时用了一个家用的这个摄像机呢 第一次用也不会没有掌握好 比较晃 你看全是大幅的这个秋辞的壁画 库木土拉的壁画 这是科兔123窟的这个琼龙顶 当时也忘了这个把这个灯打开 这是科兔175的这个侧壁的壁画 这是一身这个剑陀罗的这个佛的这个头部的造像 这些木雕 这个这些泥素 彩绘泥素 这一件比较大的都是科兔的 我在柏林工作了一年 因为我的任务是 调查这个德国收藏的这个秋辞石库的壁画 当我到了这个博物馆以后 我看到有这么多的这个珍贵的新疆文物 那么我就给自己 定了一个任务 要调查这个馆收藏的所有的这个新疆文物 因为我跟这个馆的这个馆长 还有他们亚洲部主任的这个关系 处得都特别好 他们也非常认可我 我也给他们解决了很多他们的一些疑问 因此呢我就想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极不可施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这时候呢我这个一年的这个访学时间已经到了 我就给我们当时的这个新疆文物局的局长 也是我的师兄 深冲术局长写了一封私信 我说我还要再延期半年 因为我的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同时呢我就搬救兵 因为这工作量太大了 我发现他们这个档案里面的这个壁画的尺寸是有误的 所以我把这个馆藏所有的这个壁画的尺寸都自己量了一遍 自己建了一个卡片 那么还有这么多的雕塑 雕塑是锁在这个玻璃柜子里的 我自己要来拍又来测量 这个时间来不及我就搬了救兵 请我们家先生到柏林来 在文物库房帮我工作 因为很多这个大的雕塑搬不动也不方便搬 就以这样的姿势来给它拍 有很多小的头像呢我们都把它搬出来 因为雕塑是立体的嘛 还有正面 侧面还有这个顶部 在拍摄的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这个文物库房呢 是有摄像的 是有监控的 当时这个亚洲部主任李拉 只允许我就是就是把这个柜门打开 就这么拍就行了 但是我不甘心呀 有些柜子它那个小的雕塑是前后有三层 我拍了前面后面就拍不到 不行我要全部拿出来拍 李拉就来阻挡我说 这个修复师 文物修复师 又来阻挡我 在赫拉叶派这个文物库房管理员来 就说我们不是不让你拍 因为他们每次拍摄这个文物之前 大型的拍摄活动之前 都是要买保险的 因为我我这么来拍这个是很危险的 我说好好好 这时候呢我们家先生就不愿意了 就说赵丽我们自觉一点 我是你的家属 我能进到这个文物库房 已经人家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就差不多就行了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撵出这个文物库房 我那会儿已经急红了眼 我说你少管我 这是我们家的东西 我就要拍 你不要管我 我说拍什么 你就给我拍就行了 我们每天进这个库房的时候呢 是穿着毛衣 这个库房是横文横式 永远都是18度 等工作一会儿以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毛衣脱掉 就穿着T恤衫 就在里面大汗淋漓 就是非常紧张 就是抢时间抢着拍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就来来禁止我们 最后他们把他们的馆长 卢克斯馆长派进来了 这个馆长他特别理解我的这种 这个心情 我的这种情节 因为我面对的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 就好像是 我们家丢失的孩子 这些宝贝 丢失100年了 我能找到他 我必须 我都先把这个 要把它搞清楚 我要把这个家底摸清楚 卢克斯馆长他特别理解我 进来以后就装模作样 就说 你们在工作吗 你们在忙吗 我来看看 实际上他不做那个文物库房的研究 他看一个柜子看完 转身就走了 就再也没有人来干涉我了 这个馆藏的300多件新疆文物 我们全部拍了一个遍 我全部做了这个测量 有的文物像指甲盖大一点 只要有编号的 我全部捧在手心里 给他进行这个拍摄记录 除了拍摄文物 我还把这个馆藏的这个卡片 全部正面反面全部拍了 拍完以后是一万多张 这全是我们家先生帮我拍的 我调查完这个博物馆的文物 新疆文物是4594件 当然这个数据不是很准确 还有一些文物可能他们拿去修复了 我也到很多修复时区去过 有个别的文物也许可能借展借出去了 这个卡片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颜色 黄色的是他们现在馆藏的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背面是他们的修复记录 绿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有很多文物遗失了 因为苏联红军把一些文物截掠到了俄罗斯 比如说一整块壁画 有一部分现在还在柏林 有一部分就已经不在了 那么它就是用绿色卡片来表示 这个它前面这个A 就是现在在柏林的 括弧BC就是已经不在了 那么这个橘红色的呢 就是遗失了 就这个文物已经不在柏林了 那么除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这个 柏藏石窟壁画的这些文物 我从2002年一直到2016年 我远赴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法国 去这些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去做调查 现在呢我们柏藏石窟的这些壁画呢 分散在世界八个国家的20多家博物馆和美术馆 那么我们把这些流失海外的这个壁画的资料 有一些是这个高清图片 带回来以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要做复原 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柏藏179窟的壁画的现状 这个揭取的是这非常糟糕的这个壁面 那么这些壁画呢 封藏在现在俄罗斯和这个德国 我就一块一块给他来做复原工作 做出来是这么一个状况 要进行复原呢是必须要对这个柏藏石窟呢 是非常非常熟悉 我几乎把每一个洞窟都是装在这个大脑里的 完了以后呢再看这个流失海外的这些壁画 实际上这个德国探险队他们带走以后 很多这个壁画这个壁画的出处所处洞窟 它是搞乱的 有的甚至把柏藏的放在Samsam 是距离壳在100多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石窟 因为它的壁画风格比较像 那么这就是要特别特别熟悉 那么才能鉴别出来 有的时候我复原完以后过一两天 我再一看不对 把它扒下来再重新去复原 我用Photoshop用的特别特别的好 这种复原都是我自己去操作 我们来看这个复原工作有多难 因为这些壁画是他们大幅的壁画 他们切成小块 到了柏林以后他们再把它拼接起来 他们居然能把不同洞窟的壁画 拼接在一起 大家猛一看根本分不出来 其实很多年前我也分别不出来 而且这些壁画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在二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遗失了 我说遗失呢 因为有一部分到了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有一部分可能是在莫斯科的 这个普希金艺术博物馆 他们现在不承认 还有一部分就是当年 在这个盟军轰炸柏林之前 有一部分壁画就在这个博物馆 这个老的这个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这个墙壁上 就已经被轰炸了 那时真正是毁于二战的炮火之中 还有一部分呢 就遗失到了这个俄罗斯了 那么这个壁画现在已经不在了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也没有 这留下来的这个老的照片 他们拼接以后的老的照片 我们来看 蓝色的是179窟的 黄色的和这个绿色的 红色的是175窟不同的部位的 它给硬生生的拼接到一块了 我后来做这个复原研究 就把它拆开 一个一个拆开 一个一个来辨识 把它 归到 它的 所出的洞窟和 这个 壁面 我们来看 科兆198窟这个洞窟 这个壁画 都被切割走了 我们来看 这个德国博林亚州艺术博物馆 藏的这个壁画 它把它拼接的 感觉让大家一看 就是一个壁面上的壁画 实际上科兆石窟壁画 它的这个布局是有规律的 它这个供养人 或者供养比丘的 它的头部是朝一个方向的 它也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但是一般的这个比丘呢 是在排在前面的 我们叫引荐僧 是在这个僧人的前面 在做引导的 那么它放在这个中间 肯定是不合适的 那我把它拆开 还有这壁画 这个壁画的这个 宽度呢 是1米9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个侧壁的现状 它的宽度呢是1米6 那肯定装不进去 那么供养人的面部朝向 这个地方可能有不对 我把它拆开 复原这个洞窟壁画的时候 我一坐在这个洞窟里面 拿个小板凳 就坐在这个壁面上 打开电脑 就开始拆封壁画 重新组合排列 一遍一遍 一遍又一遍 而且要核对尺寸 这一幅大的壁画 宽度是1米9 那么我拆封以后 再按照比例尺测 这个拆出来壁画的 它的这个宽度 再来跟现在的这个壁面 看能不能吻合 到最后 给它重新排列以后 这一幅壁画就应该在前面 这个比丘 这是引荐僧在前面 这两块壁画 跟在它的后面 那么这些壁画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这个壁画我们一看 它的这个供养 比丘和供养人 是相对而立的 显然不对 要把它拆开 这个我们刚才 已经把这一块 已经拼接到 那个壁面了 那么剩下的这幅壁画呢 在这个部位 我们再来看剩下的 这幅壁画 就是从柏林 被截掠到这个 俄罗斯阿尔米塔什 国立博物馆的 带走以后呢 他们也没把它放在一起 中间有这么一个空档 那么我们看 刚才我们 这个供养人已经复原了 那么这个在哪里 看 这两身供养比丘 在这个部位 这个中间不是有空档吗 这两身在它的中间 那么这一身呢 在这个边缘 那么我们来看 这么一幅精美的壁画 这也是从柏林 到了这个 圣彼得堡 阿尔米塔什博物馆的 这个非常 这么精美的壁画 这个壁画的高度是116厘米 好长时间 我把它找不到 它的这个处处 因为柏林的这个 档案上面 它写的是 亚帕那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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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日本人窟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那个179窟 它把它放在这个洞窟了 是 这个洞窟 根本就找不到它的位置 我就满山遍野地跑 到处去找 那么后来呢 发现它是在这个 科兹尔第四窟 这是古西区 就是最头上了 179窟都到了 古东区的这个东端了 这个相隔了 170多个洞窟编号 那么是在复原到这个部位了 我们来看这个 外国探险队 在接取我们 科兹尔石窟壁画的时候 他们这个恶劣的行径 接取了这么一小块 周边有多少壁画 都在接取的过程中 就已经在现场 就被破坏了 那么我是怎么 根据什么 来把它复原到 这个上面来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壁画的 左右侧壁 有这个佛的声光 那么它左右侧 一定是有立佛存在 还有我们下面的这个文式 我们叫立柱三角文 你看这一个一个小立柱 下面有小三角 在科兹尔石窟壁画 有很多洞窟 都有这个文式 就是这个壁画的这个下部 那么又用到的 外侧壁的壁画 现在还保存在这个 四号窟这个部位 那么正好这个题材 是两圣立佛 这中间有这个天人 那么我们这幅壁画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壁画的 对面的那个 用到的外侧壁的中间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文式 这有残存的一些 漫幻不清的这个 三角立柱文 正好和这是对应的 前日有人说 赵老师复原这个壁画 做着工作非常有意思 像这个拼图游戏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拼过图 拼图游戏 两个相邻的这个图片之间 它的这个线条 是可以相连到一起的 拼接完以后 是严丝合缝的 而我们科兔石窟壁画 这个复原 大家刚才已经看了 揭曲壁画的周边 是有那么多的壁画 都已经残破了 它是衔接不上的 那么只有就是对这个洞窟 都对这个壁画 特别特别的熟悉 了如指掌 才能来做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除了在这个 做这个平面的 二维的这个复原 我们还做了这个 三维的这个立体的这个复原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科兔 38号窟 现在这个窟是开放的 但是游客不能进到 这个永道里面 大家正好可以 跟着这个视频可以看一下 这个涌道里面的壁画 保存的是 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我们出来以后 从这个涌道出来以后 看到这个 这个画红框的 都是壁画被揭取了 我进行了一个复原 有些我是用这个老照片 用黑白照片 来给它进行复原的 目前为止 我们调查楼市海外的科兔 石库壁画是486块 我复原了找到它的位置 复原了有400多块 现在还有50多块我残片 我找不到位置 期待将来继续深一步的工作 当然有些壁画 可能永远我也找不到 它的这个家的位置 为什么呢 有些洞窟 可能当时就残存了 那么一个壁面 它早已坍塌了 连它的载体都没有 它肯定找不到 它的这个 这个 归宿 那么我们 这个工作呢 我从98年开始 开始关注 一直到2020年 出版了科兔石库壁画复原研究 这一套书出版以后呢 是给学术界提供了相对比较完整的 科兔石库壁画的资料 基本上我们可以代替 我们上个世界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德国这些探险家 他们出版的这些考察报告 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 只是 就是 表面上把这个图像 做了这个复原研究 那么这个壁画 复原到它的这个位置以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 考证很多 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一些题材 这些题材的背后呢 它揭示的这个 佛教思想 也就是当时秋辞 科兔石库 这个地区呢 流行的这个佛教派别 那么我下一步的工作呢 是继续研究 深入挖掘这个壁画背后的这个 佛教思想 我想用这个 秦原的一句话 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 路漫漫 祈求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